第二百二十二章都容易脸红 魏一称药回书院了 魏锦衣也差不多该离家了 魏若特地为她也准备了一些药品 以防有个什么伤寒头热的 身边有些应急的药总是能安心一些的 魏锦衣看住魏若拿来的一整匣子的东西 道 我用不了这么多 你上一次给我我还有 你就拿着吧 台州府缺药 你真 病了想吃药的时候 请得来大夫也不一定能买的助药魏若叮嘱到 这种时候她就像个老妈子似的 要是魏锦衣不听话 她还能再念她半个时辰 魏锦衣也将盒子先收下 然后说 我还会在台州府待一阵 还有机会再见面的 她只是暂时离开校尉府 并不是马上就和魏若分开见不住面 那 你带哪是你的事 我这个做妹妹的 做好我的这一份微弱笑着说 魏锦衣顿了一下 心情莫名有些复杂 她关心她 她理应欢喜 但是妹妹二字 魏锦衣留魏若坐一会儿 也不用做别的什么 就是一起坐一会儿喝喝茶 府城这里的新的营竹院里没有亭子 魏锦衣在院子里放了石桌 小北搬来椅子 魏若在纸上写着明日要去采买的物品清单 川贝粉 冰糖 枇杷叶 蛋竹叶 牛黄 龙胆花 是你的 枇杷糕的配料吗 魏锦衣看到后问 嗯 寻常的枇杷糕都是以新鲜枇杷制药的 但我在冬天制枇杷糕 自是没有地方可以寻新鲜枇杷来制 故而寻了其他的脊味药替代 合理利用其药效 所达到的效果 是普通的枇杷糕 所达不到的 魏若也不藏着捏着 直接跟魏锦 一解释了自己的枇杷糕的独到之处 她的这个枇杷糕的用料 可比传统的枇杷糕用料足很多 自然药效也就不一样了 在一旁伺候的小北 不由地发出惊叹 大小姐你也太厉害了 难怪你的琵琶糕 可以卖十两银子的天价 魏若道 十两银子买一罐琵琶糕 确实是天价 寻常人家是说 什么也不会花这么多的银子买它的 但对于像台州府徐家那样的人家来说 若是花个一二百两银子 能让他们的老太爷摆脱疾病的折磨 必然是值得的 所以我这琵琶糕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卖给寻常人家 当然 这十两的定价我自己也是没想着的 当初是徐老夫人开的价 她起了这个头了 我后头自是不好便宜了卖 原本打算就做她这一单生意即可 不想后面买的人还真不少 可见这台州府里的富贵人家 是真不少在微弱 以前生活的那个世界里 贫富差距就很大 有人花几百万眼睛不眨 有人为了两三千块钱操碎了心 在如今的世界里贫富差距依旧如此 有过之无不及 小北难掩对微弱的崇拜之情 那也得是大小姐您的要好 我可没见别人做的什么要 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的 一旁的秀梅忍不住 道 小北 你说你是不是藏着什么心思了 怎么一个劲地拍我家小姐的马屁 小北盲解释 没有没有 我没有什么想法 我是发自内心地觉得大小姐厉害的 说着 小北有些羞怯地望了秀梅一眼 小声补充道 当然秀梅姑娘也一样很厉害 秀梅笑 就你 嘴甜 说 是不是又想哄我教你做菜了 小北盲白手 没有的事 我真的是真心夸奖的 小北都给秀梅说急了 秀梅笑意更浓了 我就逗逗你 别这么紧张 小北的脸都红了 魏弱笑道 二哥 小北跟你一样容易脸红 话题扯回到自己身上 魏锦衣却假装没听到 魏弱一看便又笑了 知道二哥这事又害羞了 不肯承认自己容易脸红的事情 从银竹院回来 秀梅问魏弱 小姐 你还有额外准备的药吗 魏弱笑 怎么 以为我有了二哥 忘了小勇哥了 这么急 是怕小勇哥莫要傍身吧 一会儿去了奶娘那 我就告诉小勇哥 说我家梅梅超级紧张 她关心她 秀梅连忙反驳 谁担心她了 她没要用 就没要用 我才懒得管她呢 走了 去看看小勇哥 她就在家待这么几天后面 那口大箱子是她的 我拿不动 还是你拿吧 魏弱道 给许正勇的箱子 逼给魏锦衣的大了十倍不止 倒不是魏弱偏心 是两人的情况不同 许正勇身在军营 不仅她自己容易受伤 她身边的战友也容易受伤 药的需求量不一样 魏弱给魏锦衣的药在京 而给许正勇备药 量必须上去 尤其是商药 魏弱都是一大包一大包 给她备着的 看到大箱子 秀梅撑道 什么嘛小姐 原来你这一口大箱子 都是给小勇哥准备的 害我还以为你忘了小勇哥呢 魏弱道 我准备的 时候但没备住你 我都是光明正大地准备的 是你自己没发现怪我了 秀梅扁了扁嘴 无奈地扛起大箱子 跟上微弱的脚步 两人乘坐马车抵达四宝斋 四宝斋后院里头 难得在家的许正勇 正在帮家里砍柴 大冷的天 却只穿了一件单衣 许正勇 秀梅放下箱子 气呼呼地冲到许正勇的面前 怒斥道 你不要命了 最近天气才刚暖一些 但也远不到穿单衣的地步 你是嫌自己命长 还是小姐的要好吃 想多吃一点 许正勇连忙放下手里的斧头 然后 一边穿放在一旁 竹椅上的衣服 一边对柱秀梅憨笑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我这就穿上 魏弱走过来道 没没 小勇哥 潜出汗来的话 适当脱掉一些衣服 是好的 不然衣服湿透了 反而会助量 文言许正勇高兴了 你 看 弱儿妹妹都帮我说话了 弱儿妹妹说的一定是对的 刚高兴一会儿 就收到了微弱的白眼 但也不是脱得跟你似的 就差赤膊了 而且一旦停下来 就得赶紧把衣服穿上 不然直接助量 第二百二十三章 有些事该提上日程了 穿住呢穿住呢 许正勇穿衣服的动作 都慌乱了 一个数落他 就已经够危险的了 两个一起数落他 他再不敢快点 他爹就要拿着鞭子 过来抽了 许正勇穿完衣服后 乐呵呵地看住魏弱道 弱儿妹妹 好久不见 你怎么变矮了 听到这话 魏弱想跳起来 给许正勇的脑门上 来个大暴力 不是我变矮了 是你长太快了 魏弱没好气到 过去这一年里 魏弱其实有长高一些的 属于正常的 这个时间的成长 只是他的长高 比起许正勇的差太多了 许正勇正是 男人长个子的年纪 又在军营里磨练了大半年 天天操练 个头窜得飞快 本来只比魏弱高半个头 现在好了 高出一个头不止了 魏弱只够到他肩膀的 魏弱这身条 搁在女子之中 怎么都不算矮的 实在是 许正勇长太快 长太高了 许正勇挠了挠头 好像也对哦 说着便看向秀梅 师妹 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 你的这声 师哥叫的吧 秀梅没好气地反驳 道 光是长个子 有什么用 又不长脑子 大冷天的 还穿这么少 等冻坏的时候 你多长的个子 还要多用药 废银子 师妹这话就不对 我这个子哪里没有用啊 我现在力气可大了 那些个子矮小的倭寇 我拳头下去 就能打飞两个 许正勇拿着拳头 比划着 哪里来的倭寇给你打 我都听说了 最近倭寇很安分 都不来闹事了 秀没反驳 那群小杂种 要不是我们的造船技术不行 我就打到那群 矮冬瓜的老巢里去 把他们的冬瓜窝 都给端了 让他们再也没有 来犯我天朝的机会 许正勇一说起倭寇的事 就一份填音 听到声音从屋里出来的奶娘 对许正勇说 外头冷 怎么也不知道 让小姐进屋里去 许正勇连忙照办 若 而妹妹快进屋去 你要是冻坏了 我娘得拿刀 把我当柴火砍了 魏弱笑道 奶娘 这两天也没这么冷 就让我在外头活动活动 成日待在屋里 也怪闷的 好 那我去帮小姐搬椅子过来 奶娘又立刻回屋里 去帮魏弱搬桌椅 许正勇笑着说 还是若儿妹妹说的话管用 我说一百句 都比不上若儿妹妹 你说一句的魏弱道 你要是别那么淘气 那说的话 可信度还能 高谢 许正勇笑着搔了搔头 秀梅在一旁嘀咕道 许正勇 你在军中 该不会也是这么一副德行吧 那我怕你手下都不服你 那你尽管放心 我在我手底下的弟兄们呢 心目当中 还是很有威望的 我有如今这位置 也不光是靠 若儿妹妹给的机关弩 还有我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那手底下的弟兄们 都是有目共睹的秀梅 笑道 你这话说的 其他的部分我都信 这智慧嘛 我是不怎么信的 我看 你就是不想承认 你师兄我比你厉害 许正勇不服气道 你是不是比我厉害令说 我是师姐 你是师弟 不准颠倒是非黑白 秀梅反驳 话题进行到这个地方 魏若和奶娘都露出 了然于胸的表情 二人也不用去听 他们后面的对话了 免不了又是一番 谁长谁又的争论 并且一时半会儿的 也停不了 魏若在一旁跟住奶娘 悠闲地喝起了茶 聊起了天 奶娘 过完年 你得帮我留意一下人家了 你知道我心思的魏若倒 他知道这年一过完 有些事情就得提上行程了 他的计划 先前也已经与奶娘提起了 只是奶娘一直不太赞成 他做别的事情 奶娘都是无条件支持的 唯独在这件事情上 奶娘一直都很犹豫 奶娘道 小姐 这事还是先别这么急吧 晚个两年也不是事 说不定那时候 小勇这孩子 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我知道 但我们早做打算 总是没有错的 不能让自己太被动了 奶娘无奈答应 我知道了 这是我会留心的 郑和秀梅吵得欢的许正勇 突然凑过来道 若儿妹妹 你看梅梅这么凶 以后肯定没有人要她 不如你把她许给我做媳妇吧 文言魏弱还没回答 秀梅的拳头就先砸上来了 许正勇 你找死 许正勇笑着说 这怎么找死了 我俩小时候 不是还败过天地 你少胡说八道 那是过家家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秀梅气得想把 许正勇的嘴巴给缝上 魏弱和奶娘 十分有默契地转过头去 继续聊她们的 阳春三月 气温回升 春暖花开 农民们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新扇县小阳山那边的庄子 今年依旧种植地瓜 而庄子的管理 魏弱已经交由阿贵和小八二人负责 经过去年贩售地瓜的宣传 如今新扇县内不少的山地 也都跟住一起种起了地瓜 而魏弱也并不是吝啬 告诉大家可以透过培育地瓜藤 然后进行拖插的方式 进行红薯的大面积种植 所以想要种植红薯的人 只需要自己去购买一些红薯 作为种球进行育苗即可 和谢盈盈一起管理的药田 因为周期较长 目前还没有太大的效益 谢家在新扇县的下人 依旧有好好的照顾管理 等到入下的时候 有机会先收获一些 如果采收 效益应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药材现在是紧俏 府城这边 未若庄子里的长工们 开始起早贪黑的工作了 梨田 御秧 灌溉 除草 大量的火等住他们做 种小麦的地也需要管理 小麦已经绿油油的了 看住就让人心生欢喜 长工们干尽十分足 冬假待他们好 让他们吃饱穿暖 住得舒服 但凡有点感恩之心的 也知道要好好工作 来回报冬假 即便是没什么感恩之心的 也该有危机意识 外头多的是日子过不下去的 想来他们冬假的庄子上干活 为了保住工作 他们也得好好干 第224章给云士建议 庄子里的三个工房 五香粉 蚝油和酱油 也都进行得很顺利 五香粉和蚝油 供应最先居 为最先居 带来了更好的口碑和客流 合作更为稳固 酱油制作周期较长 目前都还在缸里 没有出货 酿酒方的房子 已经在盖了 依旧是许伯伯帮忙督工 目前进度 魏弱目前手上有五间铺子 三间四宝斋 湖州府一间 新善县一间 台州府城一间 单间经营状况 比之去年稍逊色 但总体的利润是客观的 去年才在新善县开的 粮铺的生意倒是很好 卖到后面都是缺货状态 因为魏弱要求 只售卖一部分的储量 要留够未来一年 自己和庄子上的人的粮食 以防万一有个天灾人祸的 徐季鲁味铺子今年开年后 比去年差了一些 肉价有所上涨 而每日的销量有所下降 但这不是他们一家鲁味铺子的问题 魏弱的铺子 还是众多店铺里面情况好的 整体来说 铺子是赚钱的 魏弱的重心还是在农市上 铺子只要能保持正收益 并且帮助销售掉 庄子和作坊的产出即可 而庄子今年能不能有好的收成 就关系到人命了 校尉府这边 云市心心念念的新田也买好了 府城附近的田地价格高 云市暂时先买了200亩地的小庄子 魏弱也信守承诺 跟住云市去了一趟新庄子 若而觉得该如何 云市问 买庄子的时候 他已经听说了 府城这边的地势 虽然比星扇县那边的平坦开阔 但是土壤的品质不怎么好 往年种的庄稼长得都不太好 收益很是一般 土壤肥力不足 需要翻土 填埋或烧接杆灰 施农家肥如此重复三次 每次施肥的量 按照一亩地扮车接杆灰 扮车农家肥实施 微弱给出了 解决方案 府城这边的土质大多差不多 微弱自己购买的那一千多亩田 是怎么改良增肥的 云市买的这二百亩 就也是这么个过程 只是云市买的晚了些 不像微弱去年冬天得的田 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改良 如今都已经种上水稻了 微言云市露出为难的表情 翻土好说 让庄子上的长工忙一阵即可 可如今这天没处寻接杆 去年这么冷的天 就算有多的接杆 也全叫人收去给家里饱满了 那就翻土后直接施肥 牛羊牲畜的甚至人的都可以 还是一亩的半车肥的量 微弱道 这怕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吧 云市道 磨刀不误砍柴工 想要一年的收成好 这的必须要够肥 前妻的付出 是有必要的 微弱表情严肃道 没有其他的法子了吗 云市不死心地问 是农家肥 能让土壤肥沃 云市当然也是知道的 但就是因为此物成本高 云市才想着 微弱是不是能有 其他更好的办法 母亲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这土壤肥不肥沃 无肥就两点 无积肥和有积肥 外加通气和水分 若是天宫再做美一些 给够了光照 风调雨顺不出大问题 这庄稼便能长好 我所说的接杆灰或农家肥 已经是目前我能想到的成本 最低给土壤的增肥之物了 土壤增肥不比严谨的改良 没有那么大的学问 其中方法 很多农民也都知道 只不过有时候 他们舍不得下不了这个决心 或者手里没有足够的银钱 没法在前提做这么多的投入 魏弱所言云市不太听得懂 什么有机肥无机肥 他是不知道的 但魏弱给的解决方案 让他不是很满意 看云市眉头簇住 迟迟没有做决定 魏弱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他已经按照约定的过来 帮他查看土壤 提出建议了 愿不愿意接受 照做就是他的事情了 过了好一会儿后 云市道 我会安排人提前采购几车羊分 进行一次施肥的 魏弱听出话里的意思 云市打算施肥 但不打算按照魏弱说的 纳的量进行 只打算施肥一次 200亩的只用几辆车的羊分 魏弱也没说什么 尊重云市的选择和决定 另外上次跟你说的纳的道种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 云市又问 没什么问题 那就好 用纳的道种的话 即便是肥力不怎么够的土地 也能长得不错吧 云市将更多的希望 放在了好道种上面 这个我不敢打包票 毕竟再好的种子 也得要有好土地 缺一不可 微弱道 而后云市又告诉魏弱 新扇县的那个庄子 今年我也打算种些红薯了 据说那东西很好打理 不像水道那么精细 去年在新扇县 种红薯的那户人家 不仅自家粮食管购 还卖了不少 云市不知道 那户人家就是他面前的魏弱的 问魏弱不觉得意外 今年新扇县很多人家 都改种红薯 以确保粮食产量了 这是好事 虽然长期食用地瓜 可能没有米饭好吃 但在年成不好的时候 大家最主要的目的是吃饱 而非吃好 而后云市又跟魏弱 说了一些关于家中产业的事情 魏弱都认真地听着 但基本上不做评价 云市对家中的产业的整体规划 都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不舍得花钱 做前期工作之外 其余的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三月二十 时隔一月 台州府控制瘟疫仪式 得到了朝廷的嘉奖 城内特地张贴了府衙的公式 将在此事之中 做出卓越贡献之人的名字 都写在了上面 其中魏弱的两个名字 都出现在了公式上 一位许和佑 是和成大夫 蔡大夫等人 被写在了最显眼醒目的位置 二位魏清弱 是以协助静敏郡主 为百姓奔不为有 出现在公式上的 能有此殊荣 除了魏弱自己的付出之外 原夫人的格外关照 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论功行赏的时候 府衙将朝廷的赏赐 送到了校尉府 魏弱是宗族侍女 论功行赏的时候 功劳是寄到校尉府的头上的 称校尉府为台州府百姓 做了贡献 寄了魏明廷一记功劳 第二百二十五章 《襄妖踏青》 但应助府衙的公式 府城上下都知道 校尉府这功劳 是魏家嫡长女魏清弱 给挣来的 也因此 魏家嫡长女的名字 在台州府的贵族圈内 出了名 统筹整个台州府的 瘟疫防治都没问题 那管家岂不是 更不在话下 大家族挑选媳妇 要看出身品行 也要看管家的能力 更何况这魏家嫡长女 可是在静敏郡主的 跟前长了眼的 那娶回家 不是被有面子吗 刚好这嫡长女 如今也十四了 可以开始说清了 于是这年刚过 云氏便收到了 好些夫人的邀越 云氏心中欢喜 他们刚来府城 不多久 云还担心 不知如何站稳脚跟 如今看来 这并不需要操心 云氏知道自己 也该为两个女儿的亲事 操心起来了 虽说按住丈夫的意思 女儿可以晚些嫁 等到十七八的时候 再办婚事 也还来得及 但相看一事 如今便可以操持起来了 晚点拜堂成亲 没问题 但若是等到十七八了 还没定下 合适的人家 那当父母的 真该要住急了 外头的人 也是要说闲话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 魏家的姑娘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于是云氏 将魏若和魏清婉 二人叫到了跟前 要二人 好好准备准备 明日就跟自己 一起出行 可是同志夫人 主持的 踏青游 魏清婉问 她就在 同志府上学 这事自然是 听过那么一些消息的 没错 说是踏青 也为闽农 这两年农事欠收 朝廷关心 知府忧心 徐夫人的意思 是带着众位夫人小姐 一道去踏青 看看百姓的耕作 体会农民的不义 云氏解释 朝廷重农 那下面的人 必然是跟住着古风气 做一些重农 敬农的举动的 魏清婉点头 娘放心 女儿会好好准备的 魏若在一旁 没有作声 云氏看向魏若道 去年过年 给你做的春装 你明日记得穿住 别再穿住 就删了 这几日魏若经常 穿住素色麻布衣服 就出门了 还好多是乘坐 马车出行 去的又是天庆园 云氏也没说什么 但明日 是与各家夫人小姐一道 若是再这么穿 可是会丢了 校尉府的颜面的 知道了 魏若这几日 喜欢穿素色麻布衣服 是因为他这几天抽空 就会下到田里面去 庄子上的田 他为自己留了一块 出来亲自种 为的是能更快地积攒 他的空间经验之 而后 云氏又叮嘱魏若 和魏清婉几句 从衣着配件 到言行举止 都希望二人 能够尽可能地做好 好一会儿后 觉得都讲清楚了 云氏采访魏若 和魏清婉回去 隔天一早 魏若换上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 做的新衣裳 一身浅绿色的乳裙 因为这几天的早晚 还有些冷 秀梅拿了一条 薄一些的斗篷 给魏若披在了外头 冬日穿的斗篷的是 狐狸毛的 这会儿的是用断面的料子 缝了一层薄薄的棉花 这个时间穿刚刚好 来到门口 云氏和魏清婉 也已经到了 三人一起上了马车 往同知府而去 今天大家的目的地 不在同知府 但同知府 却是众人集合的地方 在同知府门口 等了一阵 其余人家的马车 也都到齐后 便一到出城 去往城外 到了地方 众人下车践行 同知夫人选的地方 是城南的贝山村 村的四周都是农田 正是农忙时节 大量的农民 不管妇女老少 都在田里忙活 沿途风景秀丽 绿意盎然 魏若从马车上下来后 同知夫人便主动走上来 与她打了招呼 这便是魏家大小姐了吧 此前就不止一次 听闻过大小姐的美名了 只是一直没机会见着 今日一见 当之文明不如见面 真人可比他们说的还要美 同知夫人看住魏若满脸笑容 魏若浅笑着回应 紧接着同知夫人又热情地对魏若说 说起来我真的要好好地 谢谢魏家大小姐 多亏了你的琵琶糕 我家公共的旧级才得以好转 如今已经好了一大半了 整个人精气神都好了 先前跟魏若买琵琶糕的 徐老夫人是同知夫人的婆婆 生病吃药的是她的公公 身为媳妇代补了机会 自是要好好谢谢魏若的 徐夫人不必客气魏若回答 谦和有礼 既不显得热情 也不过分疏离 徐太太开了个头 其他几位夫人也凑上来 与魏若打起了招呼 这些夫人身份都不低 却都愿意屈尊主动与魏若攀谈 魏若被众人的这热情 弄得有些不适应 她只是打算来打个酱油的 就跟以前一样 在聚会上做个小透明 不想有什么存在感 谁想今天的情况和以往不同 几位夫人的热情 让她想透明都透明不了 云氏也是没想到 竟然是长女如此受欢迎 一旁的魏清婉的表情 有些挂不住了 旁的人也就算了 竟连同知徐夫人 邱夫人也是如此 她在同知府上课 与同知家千金和邱家千金相识 与这两位夫人 也是有过几次照面的 而二人只顾住和魏清若说话 完全不搭理自己 这种差别的待遇 深深地刺痛了魏清婉的心 好一会儿后 围着魏弱的人群散去 而后同知夫人 与大家讲解了今日的行程 众人听后点头覆益 于是乎众人便开始了 踏青的活动 同知夫人的女儿徐妖君 特地找到魏清婉 和魏清婉并肩而行 魏清婉 你子子可比你厉害多了 你看我娘他们多喜欢她 徐妖君坏笑着说 文言魏清婉低垂着头 假装听不到徐妖君的声音 徐妖君继续说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娘在见你姐姐之前 就很重义她 想要她做我大哥的正妻呢 为清婉一乐 脚步停顿了一下 看到魏清婉的反应 徐妖君忍不住笑了 魏清婉抿了名嘴道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徐妖君说 没什么 只是告诉你一下 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出众 不用整日摆出一副 清高才女的模样 我看不惯 第二百二十六章 陆遇感恩魏弱的灾民 但魏清婉在面对 徐妖君的挑衅的时候 表现很不在意 清高自傲 让徐妖君的努力都白费 故而 今日徐妖君 带不住了机会 特地用魏弱的事情 来气味清婉 平日里 徐妖君用其他的事情 气味清婉 他都能保持冷静 今日却明显失了平常心 这让徐妖君很满意 紧接着 徐妖君又走到了魏弱的身边 主动与魏弱攀谈 魏大小姐 你的琵琶高很不错 治好了我祖父的顽疾 我祖父和祖母 都经常夸赞于你 有用便好 魏弱对徐妖君的态度 和对几位夫人的基本一致 礼貌客气 张弛有度 徐妖君又说 不像你那个妹妹 说是才华横溢 可我看她啊 除了会读些诗书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真到需要的时候 什么用都派不上 徐妖君是故意夸魏弱来 借此进一步贬低魏清婉的 魏弱有些够异地 看住徐妖君 这徐家小姐说话的声音不小 走在最前头的几位夫人 兴许听不到 但周围的几位小姐 定然是能听见的 包括魏清婉本人也不例外 这么光明正大地 当着人面数落 此举看住 怎么这么像小说里 那不长心眼的炮灰女配 会干的事情 原著当中 魏清婉的身边 可没少出现这样的角色 魏清婉 都是以清冷寡淡的姿态回应的 而最后这些角色的下场 大多很凄惨 因为他们除了极度魏清婉 并不能实际做出 什么长脑子的举动来 也难怪魏清婉 在面对他们的挑衅的时候 能表现得波澜不惊 因为他们的生气 非但伤害不到魏清婉什么 还在侧面佐证着 魏清婉在容貌和才华方面的出众 魏弱对住徐妖君笑笑 然后有意将话题 带回他祖父的晚级上 你祖父进来晚上入寝后 可还有咳嗽 徐妖君答 晚上入寝后我可不知道 但是我 去给他请安的时候 他与我一到喝茶聊天的时候 几乎不渴了 且笑得也开心了 回答完魏弱的问题后 徐妖君又立刻把话题 转回到魏清婉的身上 你看你妹妹弱的 就好像这风一吹 就能把她给吹走似的 徐妖君说话的时候 还十分不屑地瞥了魏清婉一眼 魏弱没接这话 他不知道徐妖君和魏清婉之间 到底有过什么样的矛盾和冲突 但英柱和徐妖君不熟 所以也不会随便 与他深入这样的话题 魏清婉铁青这个脸 从他进入同志府上课的第一天起 徐妖君就对自己表现 出了极大的敌意 他并没有对徐妖君 做过任何事情 仅仅是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 表现出众 被先生给夸奖了 而后就被他冷嘲热讽 有意孤立 对于这些 他都可以不在意 他很清楚 那都是徐妖君的无能狂怒 他比不过自己 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才会各种找自己的麻烦 他也知道 除了言语的欧凤 徐妖君并不能对自己 造成任何实质的伤害 他没什么好介意的 但是当徐妖君 跟魏清若嘲讽自己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 自己的内心无法平静 无法忽视 他无法忍受 看不见自己的人的嘴里 一个劲地说着 魏清若的好 众人继续沿住村庄周围 较为平坦的小路走住 突然有个农妇 带着自己的丈夫走了过来 见有人靠近 随行的女仆 立刻上前阻拦 女子见无法再靠近 便远远地对朱魏弱 跪了下来 魏小姐 魏弱一脸垢一地 看住妇人 请问你是 魏小姐 去年我邪幼儿 回西山村 探望父母的时候 遭遇天灾 您和您的父亲兄长 不惧危险 来我们西山村救人 让我们西山村的村民 被脱困后面 您又派送了好些食物和棉被 给受灾的我们 我的父母亲 这才对平安地活下来 紧接住妇人身旁的男人说 谢谢 魏小姐 就我妻儿性命 听到妇人和男子的话 同行的妇人 小姐们都反应过来 原来是魏家大小姐 在新山县的时候 做了很多好事 来人是来致谢的 文言同志夫人 示意女仆们不再阻拦 让妇人和男子 稍微靠近一些 然后妇人将手里的篮子 放在了面前的地上 这些鸡蛋 还问魏小姐收下 你们起来吧 路上 狮子多 别伤了膝盖 魏若忙喊人起来 她实在不习惯 被人这么贵住 秀美也跟住上前来 搀扶妇人 及其丈夫起身 魏若又接着 对妇人和其丈夫道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这些鸡蛋你们拿回去 不管是卖钱 还是自己吃都好 鸡蛋对农家来说 是十分珍贵的物资 这一篮子鸡蛋 起码要存大半个月 这份礼物十分贵重 魏若不能收 不不不 这些鸡蛋还请为小姐收下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妇人很执着地 要将鸡蛋送给魏若 不用了 真的 你们的心意我已经收到了 我很高兴 如果你真心感谢我 就好好对你自己 吃饱穿暖 生活好好的 这是我当初做那些事情 所希望的 而不是让你节衣缩食地 给我送吃的 妇人满脸感动 魏若又说 今年又会是辛苦的一年 田里耕作很累 你们更应该多吃些鸡蛋 这样才有力气下地干活 争取今年有个好收成 还有你们的孩子 也正式长身体的时候 多给他吃些鸡蛋补补 谢谢魏小姐 谢谢魏小姐 成魏小姐吉言 成魏小姐吉言 夫妇二人连连鞠躬道谢 好了 回去吧 别误了今日的农活了 这几日正式插秧的时间 不容失误 魏若的 听魏若的话就知道他对农事是十分熟悉的 知道这个时间在做什么 夫妇俩连连点头 最后对住魏若深深鞠躬 然后离开 然后魏若便让同志夫人继续前进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几位夫人都忍不住夸赞魏若 没想到魏小姐不经聪慧能干 还十分有善心 竟还做过这么多好事 魏小姐一比 我都有些羞愧了 魏小姐能与我们详细说说 你在新善县帮助那些受宰百姓的事吗 第二百二十七章 玉安州书院众学子 听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着魏若 于是感觉欲有容焉 心情不由得好 而魏清婉的脸色则是说不出来的难看 他们一口一个魏小姐 彭扶在场的魏小姐就只有魏清若一个 被夸的魏若只能笑笑 对于这些夸奖魏若并未太放在心上 先不说这些人对他的赞美有几分真心在 就他当初帮助西山村的村民 本身就不是为了名声去的 几人继续往前 来到一处篱笆围着的院落 这是同志夫人是先定好的 给众人暂时歇脚 并且用善的地方 他带一众夫人小姐出来踏青游玩 不可能真的走一天 大家都是娇生惯养的 别说走一天了 便是一个时辰也吃不消 院落不小 前院开阔 用篱笆围着 里头有七八间房子 一旁还种了一片桃花 不似一般的农家小院 更像是有钱人专门建来 公闲侠时光小气用的 之后同志夫人的话 也印证了魏弱的这一猜想 院落是徐家老太爷 在十年前所建 为的是夏日来此避暑消遣 为了迎接一众夫人小姐 同志夫人已经提前 派人来打扫过了 且还留了几人再次伺候 为受她邀请而来的夫人小姐 准备茶水糕点 院落里露天摆着几张八仙桌 众人进了院落后便在同志夫人的招呼下 各自入了座 云氏带着魏弱和魏清婉 在比较角落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看到魏清婉神色不佳 云氏观心询问 婉婉是不舒服吗 可是住凉了 我没事 只是有些类魏清婉面色难看的回答 那就好 休息一下云氏放心了 然后云氏看向魏弱 眼神慈祥中透着骄傲之情 若而今日做得很好 魏弱没接话 有些出神地看住了一把墙外 这时一阵马蹄声 由远寂静而来 远远的一群年轻的公子 骑驻马儿路过此地 魏弱在人群中看到了魏一称的身影 另外几人之中 有个陆玉红也是熟面孔 最近楚兰人在台州府 那么陆玉红出现在这里 也不是很意外 魏弱仔细看了看 人群当中没有楚兰的身影很好 讨人厌的家伙越少心情越好 云氏和魏清婉也看到了魏一称 娘 那好像是大哥 魏清婉有些激动 嗯 是你大哥 云氏确认后猜测到 应当是安州书院的学子们 一同出游 在云氏等人 看向魏一称的时候 魏一称以及他同行之人 也看到了院落 之中的女眷了 这其中有不少和魏一称一样 有家属在院中 几人停了下来 因为男女有别 众人都没有贸然靠近 其中徐童之家的长子徐丰元道 今日应是我母亲妖众女眷 于此踏青 我过去打个招呼而后 徐丰元翻身下马 来到院落门口 童之夫人从里面走出来 见到儿子 满脸喜色 儿子见过母亲 既你与童窗途径此处 不如留下些些脚 喝口茶 从侧门入有一处单独的院子 与前院室分开的童之夫人道 都是成年的男子和女子 自是不可待在一处的 好 那我去问问童窗的意思 徐丰元说完 便回去问了众人的意思 众人表示 刚好也有些口渴乏累了 正好坐下歇息歇息 而后众人将马绳 都拴在了院前的空地上 在徐家下人的带领下 从院落侧门进入 到后院的小院里 待几人的身影都消失不见后 为亲吻下意识地看向 坐在他对面位置上的微弱 结合刚才徐妖军说的那些话 他很难不相信 和同之家公子一行人的偶遇 不是同之夫人的刻意安排 如果真是这样 那为亲若岂不是要 云氏虽然没听到徐妖军的话 但到底是过来人 看到这里 心里还有了类似的猜测 知道可能是刻意安排 云氏不但没有不喜 反而心生欢喜 这安州书院里的公子 不管出身和学问 都是十分出挑的 能从这里头挑选女儿的 未来夫君自然是极好的 这时徐妖军跑到了 未若他们三人身旁 邀请魏清婉 清婉 我们一起去那边看看吧 桃花都开了 正是赏花的好时间 徐妖军指着院落里面的 桃花灵 刚才没有长辈在的时候 徐妖军对助魏清婉 一顿冷嘲热讽 如今有长辈在旁 徐妖军便是一副 与魏清婉数落交好的样子 魏清婉开口拒绝 还是不了 我难得与母亲姐姐一同出来 还是陪着母亲姐姐一道说说话 徐妖军道 可今日是难得出来玩 桃花又 难得开得如此好 徐妖军理由充分 魏清婉一时不知如何拒绝 云士听着二人的对话 开口劝说魏清婉一道去 晚晚 今日是出来玩的 就不必这么拘谨了 和你的铜窗一道去赏花吧 魏清婉咬了咬唇 不敢让云士知道 其实自己与铜窗相处的不好 便委屈住点头印下了 徐妖军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奸计得逞的笑容 二胡他又看向魏弱 对魏弱也发出了邀请 魏大小姐也一道去吧 魏弱摇头 我就不去了 我对 你家的茶和糕点更有兴趣一些 徐妖军说 这些不过是些很普通的茶和糕点 不值得你细品 还是和我们一道去吧 云士也道 若儿也一起去吧 魏弱态度坚决 不了 走了这么一段路 我已经乏了 让我歇歇吧 魏弱可不是为亲吻 好面子 摸不开面 他不想去 多的是理由 宁愿承认自己体力不行 没见过世面 魏弱也不愿意委屈自己 做不想做的事情 更何况 魏弱已经嗅到了一丝不妙的味道 这种剧情展开 搁在原著里 就是炮灰女配 找女主角麻烦的开端 不管是不是 魏弱都不想掺和 他可没这个精力 陪他们玩这种游戏 至于魏亲吻会不会被坑 跟他没关系 只要不把他拉下水 随便他们折腾去 那就随便你吧 徐妖君对魏弱没什么耐心 见他再三拒绝 就不再搭理他了 第二百二十八章 夫人们对魏弱热情 而后 徐妖君便和魏亲吻一道 去了桃花林那边 云氏对于魏弱 拒绝徐妖君的行为 也并未评价什么 一来魏弱的性子 素来如此 连他这个做母亲的面子 他也不给 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二来魏弱和徐妖君也不相熟 不想一同游玩也十分正常 徐妖君等人走后没多久 同志夫人便过来找云氏说话 云氏笑着与其相谈 说话间二人提及了 他们在安州书院的儿子 我听我儿风源说 魏大少爷文才斐然 才学出众 十分受先生的赏识 同志夫人称赞道 先生谬赞了 我儿一称学问一般 与府城的诸多公子比 他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云氏立刻谦虚地回答 同志夫人继续说 魏夫人真是好福气 嫡长子和嫡长女都如此优秀 这日后定是有想之不尽的福气的 没有人会不喜欢听这样的夸奖 云氏 也不例外 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再看向一旁安静的魏弱 脸上笑意更浓 如今这场面 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 总以为这个女儿行为 不符合大家闺秀的规范 入了府城 不招来非议就不错了 没想到竟还能得来 众位夫人的夸赞 同志夫人也在看魏弱 看出魏弱闲静的模样 神情温柔又慈祥 开口道 听闻轻弱小姐 师从王采薇先生 近日可都读了些什么书 王采薇先生的 名号在两者路 是响当当的 师从王采薇先生的 女子品行气度 都要比别家的高出一截 近来读了几篇诗经 魏弱回答 不愧是王先生 读的书也与庞家的不同 同志夫人笑道 诗经属于四书五经 是男子读的书 一般女子不读这些 语先生们 一般教女弟子读女界 语训 便是读论语 也是专选适合女子读的部分 紧接着同志夫人又询问道 王先生可还有教些 其他的记忆 学了点茶和炙香 魏弱达 真的吗 那有机会我要见见了 轻弱这么聪明 又识从王先生 那手艺必是不一般的 同志夫人一脸期待的表情 魏弱笑称 我学艺不经 不敢在夫人面前献桌 同志夫人说 你就不要谦虚了 我可听说了 与你同学的原家几位小姐 都夸你厉害 绘制蓝星 学艺精湛 是王先生十分喜欢的学生 魏弱浅笑了一下 对于这样的夸奖 听过变好 不能太过当真 就在这时候 金太太也走了过来 金家是台州府的世家大族 祖上出过太师 如今家中也有人在外地围观 徐太太在跟魏小姐说什么呢 如此开心 看得我都心痒了 忍不住过来凑个热闹 金太太满脸笑意 没说什么 只是问了魏小姐一些日常的事情 我呀是羡慕魏夫人 能有魏小姐这样好的女儿 不像我家姚军 总让我操心 同志夫人感慨道 文言云氏盲道 同志夫人谬赞了 姚军小姐丝毫不比我家若儿差 你们是不知道 我家若儿不听话的时候 是有多让头疼的这话事 真的 魏弱可以作证 云氏确实挺头痛她的 金夫人说 魏夫人就不要谦逊了 府衙的公事说了 朝廷的嘉奖状也下来了 魏小姐在整个台州府 都是独一份的 同志夫人认同道 轻弱小姐先前 还得过七殿下的赏赐 最重要的是 有一颗慈爱之心 救济百姓 深受百姓爱戴 金夫人紧跟住说 就是不知道 谁家能这么好运气 娶得为小姐 这样贤惠的媳妇了 云氏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容里藏不住的骄傲之情 云氏能从两位夫人 对自己和长女的热情里面 隐约感受到 自己的长女 似乎很让她们满意 婚事几乎不必她发愁 而后 徐妖君和与太医道的几位小姐 从林子里面跑了出来 模样慌张 同志夫人连忙起身 妖君 什么事情 如此慌张张的 我 我 刚刚还惊慌失措的徐妖君 神色一变 变得支支吾吾起来了 徐妖君这样 同志夫人更加紧张了 你倒是快说 别吓娘亲 没 没什么事 就是看到了一条蛇 吓了一大跳 徐妖君辩解道 蛇 同志夫人面露够异 然后立刻命人 进入桃花林中查看 今日这么多夫人小姐在 真要有蛇 万一伤了人可就不妙了 晚晚呢 我家晚晚怎么没出来 云士上前来 发现跑出来的几个女孩子之中 并没有魏清婉的身上 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文言同志夫人 立刻让仆人赶紧找魏清婉 徐妖君低垂着头 看起来有些心虚 别人没注意到她的反应 微弱注意到了 猜想徐妖君的惊吓 可能不是来自于蛇 而是她联合其他几人 对魏清婉做了什么 却发生了他们意料之外的事情 导致她惊慌失措 所谓的桃花铃也不大 进去的人很快就出来了 还带回来了魏清婉 魏清婉看起来也受了些惊吓 低垂着头 脸色微白 若柳浮风的身姿 有些摇摇欲坠 看起来十分惹人怜惜 晚晚云士快步上前 紧张地查看魏清婉的情况 娘 我没事 魏清婉道 可是遇见蛇了 有被咬吗 云士又紧张地问 蛇 魏清婉抬起头 看向徐瑶军的方向 感受到他投过去的目光 徐瑶军心虚地别开了脸 没有被咬 为清婉回答 那就好 那就好 云士连声道 而后 同志夫人 又命人四处搜查 要将那条下人的蛇找出来 同时与众人致歉 表示是自己准备的不够妥当 让蛇出现在了 他们落脚的地方 惊扰了众人 这时候 隔着篱笆墙 徐丰元 魏一琛等人 听到动静而来 隔住篱笆墙 询问状况 娘 怎么了 可是出什么事情了 徐丰元紧张地问 同志夫人 第二百二十九章 自讨没趣 没事 你妹妹她们 被一条蛇 给惊扰到了 同志夫人回答 听闻有蛇 几个年轻人 便跃跃欲试 表示要去将蛇捉了 为几位小姐报仇 其中最起劲的 莫过于陆玉红 蛇羹好吃 等捉了来 便做成蛇羹 说这话 地得亏是陆玉红 如果是其他人 可能会惹来众人的 一阵哄笑 但陆玉红不同 他身份不同一般 比在场的其他人的身份 都高出一大解 陆玉红也不是 安州学院的学子 今日使他兴起 主动要求 跟他们安州学院的 学子们一道出游 对此 安州学院的众人 十分小心谨慎地做陪 生怕惹了他的不痛快 陆玉红说话的时候 他的视线 落在了 篱笆另一侧的 魏弱的身上 感受到陆玉红的目光 魏弱便知 这嘴馋的陆家公子 已经将主意 打到他的身上来了 魏弱不幸此事 当真是未住一条蛇 徐瑶军和魏清婉的反应 都不太对劲 只不过 这二人为各自的目的 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而后便见几位公子 兴冲冲地出了门 巡视起院落的四周来 即便是找不到那条蛇 清理一遍四周 也能让今日出来 踏青游玩的女眷们 更加安心一些 魏清婉也跟著作 回到了原先的位置 魏弱依旧不紧不慢地 喝着茶吃着糕点 并没有去拆穿 魏清婉刚才的谎言 反倒是魏清婉自己 不知是心虚还是什么 一直看向魏弱 总觉得魏弱的神情 看起来像是知道些什么 等到云士起身去旁边 与同志夫人他们交谈的时候 魏清婉主动询问魏弱 姐姐是不幸我遇到了蛇吗 魏弱顿了一下 紧接住嘴角不由的上扬 如果遇到 聊蛇 为何你们不是一起跑出来的 而是他们掀出来 你比他们晚了这么多 他本来不想故意去 拆穿魏清婉什么 只是他执意要问他 那他就只好明说了 我胆子小 见到蛇的时候被吓住了 腿软走不动了 魏清婉解释 那你的衣袖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被勾破的 魏弱问 这 魏清婉看了一眼 自己的手臂位置 解释道 是被桃林里的树枝勾破的 原来是树枝呀 我以为你在里头遇到了歹人 拉扯坏了 然后被人英雄就美了 魏弱微笑着回答 文言魏清婉脸色一白 眼神闪过惊恐之色 魏弱本来只是猜测 因为原著剧情里 早在法华寺的时候 魏清婉就被楚来英雄救美过一次 并且那一次始作俑者 是他这个不太长脑子的炮灰女配 但见到魏清婉这反应 便知道自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了 子子这话不能乱说 有损妹妹的名誉 魏清婉表情严肃 故作镇定道 不是就好 这不是刚刚你问我 我才问的吗 原本我可是一个字都没多说的 魏弱轻笑着说 看出魏弱的笑 魏清婉脸色惨白 咬了咬下唇 魏弱轻的搭理他 对于今天的这件事情 唯一让他稍有好奇的点 是不知道 对魏清婉英雄救美的 是哪位英雄好汉 是在隔壁休息的 安州学院的学子之一吗 陆玉红 徐丰元 魏一琛 以及其他几位 安州学院的学子 一起在徐家这座小院附近 寻了一圈 还真让他们逮捕一条蛇 几人虽然都是学子 但因为骑射等 都是他们日常的功课 故而合伙抓一条蛇 并不是什么问题 尤其是其中的陆玉红 身手十分了得 只是几人都不知道 这蛇是什么品种 是否有毒 而陆玉红关心的问题是 这蛇能不能用来做成美食 正琢磨着 陆玉红看到了 穿着一身藏蓝锦衣 戴住斗笠的男人 顿时顾不上手里的蛇 并和徐丰元等人告了词 陆玉红跑向男人 齐殿下 你怎么在这儿 陆玉红是为了楚兰 才来的胎州府的 在与楚兰会合后 既是为了做他的保镖 保护他的安全 同时也是为了躲避 他爷爷对他的管教 今日天气好 得知安州书院的学子们 要出来玩 他就撇下楚兰 自己出来游玩了 他以为楚兰不想出门 所以在看到他 也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会感到够异 有些事楚兰回答 哦 那你小心一些 现在伤害你的那伙人的身份 还没查清楚 我怕他们会继续对你不利 陆玉红叮嘱道 嗯 我没事 楚兰看向院落的方向 陆玉红见了 问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楚兰打 你要不要留下来 跟我们一道用个膳 陆玉红又问 不了 我还有些事情 要去一趟城北 楚兰婉拒 你是又要去找 那个兴许的吧 陆玉红问 闻言楚兰没有否认 便是默认了 陆玉红道 他与你有救命之恩 你去致谢是应该的 不过按照上一次 你去找他的时候的情况来看 你这次去 多半也是要被扫地出门的 陆玉红也不是 很懂 一个医术高明 农庄主人 为何对做官的人 如此有敌意 不知道是不是家中 有什么被做官的害过 他先前遭遇过什么 与我无关 我只知道 他与我有救命之恩 且之前我们相处甚为愉快 我是他为我的知己好友 楚兰道 楚兰说完 没再理会好奇心中的陆玉红 策马朝着城北方网而去 他身后的随从 也一并策马跟上 陆玉红摇头叹气 真搞不懂他 为了个男的如此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的救命恩人 是个倾国家人呢 救命之恩虽重 但人不喜欢与他往来 多给些赢钱不就好了吗 中午 众人一起在院落里面用了膳 同志夫人特地请了厨子来 精心准备了今日的膳食 尤其是几道野菜凉拌马兰头 清炒鸡菜以及香前炒水晴 所用的食材是刚从附近采摘上来的 味若吃的也是津津有味的 另外同志夫人还特地请人去最仙居 买了几个菜过来 最仙居的菜肴特别 是别处没有的 味道鲜美 招待客人用最好不过 第230章笔词词 饭后 众人聊起刚才的膳食 这最仙居是新换了厨子吗 这菜肴比以前更美味 味道丰厚 导致我吃过他家的菜肴后 在吃别处的便觉索然无味 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 他家这菜肴味道极好 家中厨子怎么都做不出来 我家老夫人最近也是很喜欢吃他家的菜肴 好几次特地命符里的人去买 还有那附近的一家鲁味铺子 做的鲁味也是与别处不太一样的 味道极好 相比之下 别处的总感觉少了些许的味道 魏若在一旁听住 没有插话 但 心里却是高兴的 人们越是如此 对他的小作坊就越是有利 不仅范程旭会更愿意与他合作 之后再扩展其他的销路的时候 也会更容易 同时 隔壁的安州学院的众学子们 也用了同样的午膳 稍有不同的事 他们还多了一道陆公子点名药的蛇羹 不过陆玉红对这道蛇羹 似乎不太满意 觉得味道寡淡 没能将蛇羹的美妙之处发挥出来 对于最仙剧的菜肴倒是很满意的 这兴范的 即日不见怎么换了厨子 早知道我早就该去他店里吃了 陆玉红有些相见恨晚 嘀咐完的陆玉红发现身旁的徐丰园 在透过篱笆墙 跳往女眷那边 徐丰园 你在看什么 陆玉红问 我在看我家妹妹徐丰园当即解释 看你妹妹作甚 陆玉红又问 我 我妹妹她比较顽劣 我想看看她今日是否表现乖巧 徐丰园解释道 眼神有些闪躲 是吗 陆玉红觉得徐丰园的神情怪怪的 陆兄 今日的餐点可还和你的胃口 徐丰园有意转移话题 你家厨子做的一般 不过剩在这菜色心 这些野菜我在北方的时候 不曾吃到过最先居的菜肴不错 尤其是那碟子卤味 让人意犹未尽 陆玉红评价道 等会儿回城里的时候 我让小四跑一趟 给陆兄再买一些那家卤味铺子的卤味 徐丰园道 怎么 那卤味不是最先居的 陆玉红问 笨 不是最先居的 是一家专卖鲁味的铺子的 店铺看住普普通通 味道确实极好的 府城里很多大户人家 都买他家鲁味 徐丰园解释 这么厉害 比姓范的还有本事 陆玉红顿时来了兴趣 徐丰园见陆玉红有兴趣 便开始与陆玉红说起 那件鲁味铺子的事情来 陆家公子难得 对战争武学以外的事情感兴趣 徐丰园自是要投其所好的 饭后女眷们休息了一阵 徐瑶军提议 让大家以春为主题 做诗一首 此提议很快就得到了 各位夫人的认同 魏清婉此时 也从方才的恍惚当中 回过神来了 魏若没说话 他自是不想参加的 可如今大家兴致勃勃 也就没有他说不得分 只听着徐瑶军带了头 而后各家小姐纷纷跟上 场面有些热闹 每当有好句子的时候 总能听到一片喝彩声 这些声音里 还隐约夹杂住 从隔壁传来的男人们的声音 安州学院的众学子 与他们不过是一道 篱笆墙之隔 中间花影重重 虽不怎么能看得清人 安静下来听个声音 还是能听得很清楚的 估计是知道这边在作诗 那边特地停下来听诗了 轮到魏弱他们这桌的时候 魏清婉掀开了口 不知念了一句什么 魏弱有些心不在焉的 没仔细听 然后就听到周围人 一阵叫好声 这声音比之前的任何一次 都要热烈 连隔壁男子们的声音 也比先前响了不少 似乎在场的夫人小姐 都在称赞魏清婉 而魏清婉 有些娇羞地说了一些话 这些魏弱都没仔细听 因为一来 他注视对这样的节目 没什么兴趣 二来做事确实不是他的强项 紧接着魏弱就听到云世 和魏清婉叫自己 若儿 到你了 姐姐 该你做事了 魏弱这才回过神来 淡定地回了句 我不善诗词 魏弱知道自己这么说 肯定会让众人 对自己的印象大打折扣 但他不是很介意 刚才同志夫人 何今夫人对自己的热情 已经让他有些吃不消了 他又没真想在他们之中 薄个好名声 所以就乾脆大方地承认 自己诗词不嫁 见魏弱这般推辞 其他人也就不发声了 然而魏清婉却道 子子诗诚王先生 王先生是江南公认的才女 他的诗词是一诀 子子定然是谦虚 才会这么说听到这话 魏弱的心思才算完全 回来 外人不知 他魏清婉该清楚得很 他回到校尉府 也不过一年的时间 师从王采薇 更是只有半年的时间 做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必须要身后的累积才可 而他明知魏弱上学时间尚短 却还要当着众人的面 说这样的话 这让魏弱很难不去怀疑 她是别有用心 我确实不善诗词 妹妹就不要勉强我了 魏弱再一次表明态度 魏弱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同志夫人都想要帮魏弱打圆场 让众人跳过她算了 这魏弱大小姐的诗词 应该确实不是非常好 不然这种时候 不会这样直白地说 自己不善诗词的 同志夫人倒是觉得没什么 诗词稍有逊色也无妨 从挑选当家主母的角度来说 不算什么大问题 魏清婉在同志夫人开口之前 再一次对魏弱说道 姐姐不要谦逊了 大家都已经做了诗了 就差你了 大家都做了 就魏弱说什么都不肯做 显得魏弱十分不合群 好坏总要说的两句 毕竟刚才开口的 也不都是非常精彩的句子 说着魏清婉 用充满期待的目光 凝视着魏弱 看住魏清婉 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魏弱突然改变了主意 然后脱口而出道 那就我坐一手吧 魏弱看向四周 紧接住 目光落在了深厚的陶灵里 然后对负责执笔的徐瑶军道 洛宏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虎化 魏弱说完 众人都安静了 第231章 察觉央苗有问题 徐瑶军愣了愣 然后慢慢写下了 魏弱刚刚说出口的诗句 众人都细细地品读了起来 阅读阅绝其中味道 隔壁的徐丰元 魏一辰等安州学院的学子们 也都静上了一会儿 然而几人的脸上 差不多时间浮现出了 惊喜的神情 徐丰元连声称赞 好诗 好诗 但道春不仅是春 赞花却不仅是花 不愧是魏家小姐 是能舍小我 为大我之人所作的诗 语 魏家小姐的这两句诗相比 前面几人的诗 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不是在迎送春天 迎送花草树木 就是在感慨 而魏家小姐 急着着春花的意向 想不到壮志情怀 徐丰元又忍不住 对魏一辰道 一辰凶 令妹真的不是一般女子 魏一辰脸上带住笑 她也其实没有想到弱 而妹妹能做出这般 有广阔胸襟情怀的诗词来 刚才若而妹妹谦虚 自己不善诗词的时候 她是信了的 因为大妹妹回府 并没有太久的时间 不擅长做诗 也是情理之中的 其余学子们也给了 魏弱的诗词很高的评价 陆玉红对诗没有其他人这么擅长 但也是懂一些的 从她一个习武之人的角度来看 她也是更喜欢魏家大小姐的这两句话 另外一边 同志夫人回过神来后 便开始夸赞魏弱 魏大小姐好诗 也非常符合我们今日踏青之行的主题 同志夫人带了个头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称赞起魏弱所作诗这句诗来 逆美之词更胜方才对魏清婉的评价 听着人们的一声赞美 魏清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紧紧咬着唇 不让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 云士则是一脸惊讶地看住魏弱 这样的结果是他不曾想到的 他以为长女每日心思都在农事上 诗词必然是不擅长的 方才晚晚劝说长女开口的时候 他还有些紧张担心 要不是当着众人的面不好阻拦 他都要开口劝阻了 结果发现还是晚晚更了解长女一些 诗词竟也是长女擅长的 她说的那些话真的谦虚 而后同志夫人说 今日这头筹我认为是位大小姐的 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众人纷纷负义 赞同同志夫人的判断 于是同志夫人笑着走到了魏弱的跟前 摘下随身佩戴的玉佩 递到魏弱的面前 夫人您这是 魏弱有些疑惑 这是今日的彩头啊 你拔得头筹 自然是你的同志夫人说 魏弱这才知道 刚刚这个环节是有彩头的 刚才他都没仔细听这部分的内容 即使说好的彩头 魏弱自是不好推辞 便双手接过了同志夫人的玉佩 多谢夫人魏弱道 同志夫人满脸笑容 看着魏弱的目光甚是满意 而后魏弱瞥了一眼魏青婉 只见魏青婉的头垂得很低 看不见他此刻的脸色 但魏弱猜想 他此刻必然是不痛快的 因为如果没有他 这头筹便是魏青婉的了 魏弱心道 这可怪不得他 他本来不打算献丑的 是他非要推他上去 他做事不行 但被施还是可以的 而且还幸运地知道一些 他们都不知道的事 又休息了一阵 而后女娟们便依照同志夫人的安排 往附近的农庄而去 这农庄自是同志夫人事先打电好的 里头早安排好了人接应 前往农庄的路上 途径一大片农田 这里是附近的农户们的田 此刻农户们正在田里忙碌住 有插秧的 有拔草的 有开去饮水的 一众夫人小姐们边走边聊 述说着对今年秋收的期望 旁边还有些秧田里的秧苗 已经种好有些日子了 经历了去年的欠收 今年很多人家选择了 种植更早熟的早稻 希望能够早些收获稻穀 提前收获一批粮食 微弱看住稻田里的秧苗 眉头微醋 这秧苗的叶片 叶桥稍偏长 叶色偏黄 结尖剧也长了些许 结布略有弯曲 陆于叶桥外 这些症状都不是很明显 不仔细看或不熟悉 秧苗之人是看不出来的 但这些症状加起来 却很符合一种 对秧苗极具危害性的疾病 如果真的是那种病 需要立刻更换秧苗 且最好重新育苗 微弱又往前走了一阵 发现连续几片稻田里的秧苗 都是这个状况 这病本身就有传染性 出现大片大片的感染 是正常现象 但眼下连层几户人家 都是这个情况 问题就更严重了 如果放任不管 等秧苗完全出现问题了 在临时御秧更换 时间上可能会来不及 加上如果他们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 后续在御秧出来的秧苗 可能依旧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魏若思考了一会儿 看到坐在稻田边歇脚的老伯 便停下脚步 主动过去与老伯交谈 见魏若的动作 云氏和魏清婉也都停下了脚步 娘 子子这是在做什么 魏清婉询问 许氏有什么事情 要与那老伯谈吧 云氏也不是很清楚 其他几位夫人 发现了魏若这边的不寻常 也都驻足观看 等好奇之时 忽然那老伯开始骂人了 声音很大 大家都听到了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懂个什么 看你穿的衣服 就知道是个 从来没有中过田的千金大小姐 你不知道就不要说 好端端的咒我们的庄稼 你没安好心 老伯的咒骂声 引来了正在田里耕作的村里人 大家围过来 询问老伯发生了什么事 老伯跟众人解释 这位小姐 咒我们的种的秧苗有问题 要我们将种好的秧苗 全部拔掉焚烧掉 然后重新种过 文言村民们的脸上 都露出了恼火痣 色 一个中年妇人 对诸位弱道 这位小姐 你不知我们辛苦也罢 为何还要咒我们 害我们 另一个年轻小伙子也说 你安的什么心 你知道我们有多 辛苦才将这些甜的秧苗 都插好 你一句话 就让我们把这些秧苗 全部拔掉 你一个从来没有 种过田的大户人家的 千金小姐 你懂什么 第232章弄错料 如何是好 这些人充满敌意地 看住魏弱 看到这一幕的 几位妇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构意的神情 看住眼前 对自己充满敌意的村民 魏弱再次做了解释 你们的秧苗 可能已经得了恶苗病 他们表现出了恶苗病 有的症状 叶片叶桥偏长 叶色偏黄 结尖距偏大 结不略有弯曲 陆于叶桥外 如果不及时处理 会影响你们今年的收成 现在更换秧苗 重新育苗 还来得及 你乱说 你吓唬人 什么恶苗病 你 从何听来的 最初的老伯愤怒地问 我在一本讲农事的书上 看来的 魏弱回答 他只能这么说 不能说是自己前世 得来的知识 知道这是一种 植物病菌的感染 胡说 我种了三十八年的田了 从未听说过恶苗病 我不管你看的什么书 其他几位 村民纷纷点头 蒋博说的没有错 种田是我们农家人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跟你的书也没有关系 你别来咒我们就好了 就是一个小女孩家的 说话怎么这么 恶毒 开口就咒我们 今年没个好收成 你多积点得吧 在几位村民愤怒的目光注视下 魏弱起身离开 回到了队伍当中 若而 这是怎么一回事 云氏关切地问 没什么 继续走吧 魏弱道 轻弱 他们没伤害到你吧 同志夫人走上前来 向魏弱递来关切的目光 多谢夫人关心 我没事 只是我和他们有些意见不同 我们继续走吧 魏弱道 文言同志夫人 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魏弱走后 几个村民指着魏弱的背影 骂骂咧咧地说了好些话 到了同志夫人的农庄里 这里的长弓也都在田里忙碌住 魏弱同样观察着田里的央苗 然后发现了庄子里的和外头的田里一样的情况 魏弱又看向身旁的同志夫人 思索了一会儿后对同志夫人说道 夫人 我觉得这一批道种都有些许问题 由此预出来的央苗可能已经染病 同志夫人看住魏弱 想起刚才他跟外头的农户说的话 沉思片刻后 同志夫人道 庄子上的账目我是一清二楚 可田里的庄稼如何长好 我是一概不知的 不如这样 一会儿我喊我农庄上的管事来 麻烦轻弱小姐与她说一下 这些坏的央苗该如何处置 如何补救 魏弱有些够异地 看住同志夫人 夫人不怀疑我所说 万一我说的是错的呢 同志夫人笑了 首先 你没有故意说这种谎话的理由 对你而言 此时如对了 得不到半分好处 如错了 还要白遭一通难堪其次 即便你错了又何妨呢 我虽然不是很懂农事 却知如今时间还早 此时更换央苗还来得及 换一波索菲的力气也不多 也不需我亲自动手 同志夫人的一番话 让魏弱对她的好感增加了不少 同时魏弱也松了一口气 那一会儿夫人就带我 见见庄子上的管事 我与她细说一下 补救之法 嗯 麻烦你了 同志夫人道 魏弱和同志夫人说完话 云士将魏弱拉了过去 小声质问 那什么恶苗病是真的吗 莫不是你瞎说的吧 又或者你看过的那本 关于道古的书籍 是不可靠的 弄错了可如何是好 魏弱道 你放心 便是出了错 丢的也是我的人 同志夫人要脑也是脑我一人 不会连累你和魏弱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是魏弱嫡长女 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魏弱 何时能分得如此清楚了 云士不满魏弱的话 就算分不清楚也没办法了 话我已经说出口了 你要么选择相信我一回 要么就继续担惊受怕 魏弱道 反正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 云士就算不相信 怕现在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闻言云士有些不满 但也确实拿魏弱没有办法 他不满的是女儿对自己的态度 她是他的母亲 询问他几句 他好好地解释便是了 如此姿态 属实有些不把他这个母亲放在眼里 难不成做娘地问女儿几句 也是错了 若非今日有这么多外人在场 云士横述要好好地跟他说道 在云士和魏弱说话的时候 同志夫人已经让人去把庄子上的管事摩摩叫过来了 而后同志夫人当真让管事摩摩来跟魏弱请教坏掉的秧苗一事 魏弱便与管事摩摩讲了秧苗可能已经生病 需要进行更换的事情 还将如何重新选种 重新育苗 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的事情也一并说了 管事摩摩是同志夫人的心腹 自然是能揣摩到同志夫人的心思的 认真仔细地记下了魏弱所言 并表示会认真地按照魏弱交代地去办 小插曲过后 众人在徐家的农庄上转悠了一阵子 而后便在同志夫人提前安排好的亭子里面喝起了茶 说了踏青敏农 但想也知道 都是锦衣玉士惯了的权贵家的女眷 不可能真的让她们累住 便是多走些路也是不太行的 所以此行形是大于实际意义 不过是薄一个名声罢了 魏弱自是知道这其中道理的 故而看到众人在走了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后 又坐下了也是见怪不怪 魏弱跟住众人一道悠悠然坐下 品茶晒太阳 顺便看看风景 而后魏弱就看到了远处策马而过的安州学子众人 看起来他们正在进行一场骑射的鄙视 而场地就是徐家这浓庄的空地 他们在空地上设定好了剑把 骑马而过 开弓射箭 看射得最准 从而分出成绩好坏来 魏弱正看住 同志夫人半开玩笑半打趣的对魏弱说 刚才用午餐的时候就听闻他们打算骑射 刚好农庄上有空地 就让他们在空地上练习了碰巧也刚好给大家看个热闹 解解闷 恩 魏弱应了一声 而后 同志夫人只住人群当中 身住轻衣的男子道 那个穿轻衣 骑着棕色马的就是犬子 如今与你兄长一样 在安州学院读书 今年秋也要考乡诗 第233章 我娘属意你妹妹 恩 在徐家小院的时候 魏弱就已经认出来了 同志夫人又说 风圆这孩子从小便是个让我省心的 不管是读书还是做旁的事情 都不太需要我操心 不像她妹妹那般性情毛躁 魏弱也 微笑回应 同志夫人的这些话 让她注视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她便是在神经大条 也该感觉到同志夫人要传达的意思了 一旁的魏清婉暗暗咬唇 同志夫人对魏弱的态度 再次印证了徐妖军说的话 同志夫人这是看上魏清若 想要魏清若做徐家的媳妇 徐家是台州府的大家族 徐丰元也是一表堂堂 并且和大哥一样同为安州书院的学子 且今天秋天都要参加乡试 前途不可限量 魏清若被商骨之家养大 在乡下学了一身粗鄙的陋习 却还能有如此的造化 魏清婉心中多少有些不服气 不远处 徐丰元 魏一琛等安州学院的学子 和陆玉红一起展开了一场比试 陆玉红是第一个上的 美贱必重 英姿飒爽 惹得学子连连称赞 这夸赞都是真心实意的 并非只是冲着陆玉红的身份说的恭维话 陆玉红这骑射本事 莫说是跟他们比 便是在京城也是鲜少有对手的 有陆玉红诸遇在前 其他人的表现就显得逊色不少 不过徐丰元还是众人之中脱颖而出 以极度逼近陆玉红的成绩赢得了满堂彩 骑射是魏一琛的弱项 他在这方面表现一直不佳 故而今日也表现平平 陆玉红看住骑马回来的魏一琛道 你魏家祖上是开国名将 你父亲也是个征战四方的武将 怎你半点武将血统也没承袭道 魏一琛有些愚钝地回答道 是我半点武将血统也没承袭道 魏一琛有些愚钝地回答 没能继承父亲和仙祖的骑射本事 真是可惜了陆玉红性子直 有什么就说什么 全然不管听到他这话的人会适合感受 魏一琛坦诚地接受了陆玉红对自己的评价 是啊 确实有些遗憾 彼时结束后 众人稍作休息 魏一琛望向远处的亭子 在一众身影当中寻找母亲妹妹们的身影 只见母亲正和其他家的夫人们闲聊着 晚晚妹妹也在与差不多年纪的石家小姐说着话 只有若儿妹妹一人坐在角落 不知在看什么看得出神 徐丰元走过来 对魏一琛道 魏兄在看两个妹妹 魏一琛点了一下头 我听闻魏大女孩因为身体弱从小养在乡下 徐丰元又问 恩魏一琛点头 然后补充道 我大妹妹虽然从小养在乡下 但与我二妹妹一般知书达理 我看出来了 方才我已经见识过大姑娘的才学了 徐丰元 认同道 紧接着徐丰元又道 实不相瞒 其实今日之前我娘就与我提过 她属意你大妹妹一事 闻言魏一琛回头 够一地看住徐丰元 徐丰元也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继续说道 说实话 其实今日之前我还有些抗拒的 只是阴柱是母亲的意思 我不好忤逆 而后今日又在母亲的安排之下 远远的我见了大妹妹两面 徐丰元也很坦诚 未向魏一琛隐瞒今日的安排 是有意为之 魏一琛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徐丰元继续说 不过 今日所见之后 我似乎没有那么排斥母亲的安排了 很显然 徐丰元对今日所见的魏 若是满意的 虽说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 但如果对方是魏家大姑娘这般的女子 似乎还是没那么抵触的 魏一琛说 此事我也做不得主 还得看我父母亲的意思 不过我听我父亲提过 不急着让两位妹妹出嫁 今年他们才刚十四 父亲还想让他二人多承欢西夏两年 徐丰元解释 我知道 我娘也说 就算定下来也只是先定亲 说着徐丰元对诸位 一辰弯腰作衣 日后还需为兄在大姑娘面前 多为我美言几句 魏一辰心情有些复杂 以她对徐丰元的了解 她不视为良配 只是大妹妹回来时间尚短 这么快就定下亲事 是她还没想过的 但这事也如徐丰元说的那样 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她做不得主 一日的踏青活动结束 云氏 魏清婉和魏若三人 坐着马车回了校尉府 不多久 魏一辰也回来了 这段时间本不该回家来的 只是今日他有些事情 便特地往府上跑了一趟 回府后 魏一辰便去见了云氏 将自己从徐丰元那里听来的消息 与云氏说了 你说真的 云氏面露喜色 母亲觉得此事是好事吗 魏一辰皱着眉头问 自然是好事 那徐家虽不是功勋之家 可底蕴深厚 如今族中多人为官 那徐大人 如今虽只坐到同志的位置 可前途正好 日后调去京城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徐家公子学业也好 人品想来也不错 不然你也不会跟他玩到一出去 云氏说 魏一辰无法反驳 母亲说的这些都是事实 徐家不失为一处良配 只是 母亲 父亲的意思 应是不想两位妹妹 这么快成亲的魏一辰道 你放心 此时我早前就说过的 不会这么早就把你的妹妹们 嫁出去的 只是若是能说成 也是美是一桩云是道 贵族人家的小姐 早早定下亲事的比比皆是 魏一辰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道 母亲还得多问问大妹妹的意思 我们本就亏欠了她的 旁的事情帮不上她 婚事还得让她自己做主的好 你这孩子 自古婚姻大事皆是父母之命 哪有听姑娘家自己的意思的 婚姻大事 她能懂什么 自是要父母做主的才好 云氏道 说着云氏 又将话题扯到魏一辰的身上 若非怕耽误你学业 娘也该为你相看起来了 我好像扬了嗓子痛 第234章是茶酿酒方 娘 今年秋我便要参加相试了 不想为其他的事情分心 为一辰连忙道 好好好 你的事情 娘暂且不提云氏答应道 不过你妹妹的事情 你也不要操心的 娘虽平日里 与你大妹妹有些小矛盾 但她始终是我的亲生骨肉 婚姻大事 我肯定是要为她 尽可能地挑选良军的 紧跟着云氏又道 此前我是觉着已若而这性子 高门大户可能攀不上 只得寻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 或是耕读世家 如今看来 她有她的造化 如此娘心里是欢喜的 为一辰也不好再说什么 便将话题打住至此 母子二人又闲话家常了一会儿 见为一辰露出疲态 于是便让为一辰回去歇息了 回到听松院的魏若 立刻进书房写信 其一 她要吩咐庄子上的人 警惕恶苗病 如果发现央苗有问题 就要立刻通知她 其二 写信给奶娘 督促一下之前提过的 帮她找夫君人选的那件事情 今日同知夫人的态度 提醒到了她 让她知道自己 必须得加快脚步 如果她当真 如云士想的那般 没什么高门大户 看得上也就罢了 还能再拖个两年 但像徐家那样的人家 要是看上了她 就怕云士会动了这个心思 到时候给她把婚事定了下来 这会让她处于 比较被动的局面 小姐 今日你所见的那些恶苗病 是前两年我们在 湖州府见过的那种吗 秀梅问 胃若点头 看病症是一样的 那可太要命了 这两年天气不好 风不掉雨不顺的 本来就难种出高产量来 在这么一折腾 粮食产量更没了注落了 秀梅担忧倒 这几日 我抽空多去周围转转 能劝的劝一劝 劝不动的我也没办法 尽力而为 胃若倒 虽然今天在那几个农户那里碰了壁 但微弱还是想尽力一事 毕竟这是救人命的事情 粮食产量欠收 死的人就会很多 秀梅点点头 当年小姐在湖州府劝人的时候 一开始也被很多人骂了 那个时候小姐还只有十岁 没人信她的话 骂她的话都十分难听 但好在最后 还是有名事理的 听了他们小姐的话后 仔细检查了秧苗 正是有些问题 选择相信了他们小姐的话 其中包括墨家炸的村长 在村长的强烈建议下 那年的墨家战重新育殃 种植了小姐的碗稻中 结果当年墨家炸大丰收 而周围一些村庄 则出现了颗粒无收的惨状 而后的几日 魏弱得空便以许和佑的身份 到府城附近的农村里走动 发现有不对的 便与当地的农民沟通 情况也和当年 魏弱在湖州府遭遇的差不多 甚至还要更糟一些 挨骂是难免的 被直接拿出头扁单赶出村 都是轻的 魏弱并未在意 该说的说 该做的做 竟然是听天命 今天魏弱来到石头村 这里是魏弱开酿酒坊的地方 如今的酿酒坊 还在建设当中 魏弱此行 刚好可以去实地看看进度 来到预定的地方 这里背靠大山 前方有溪流流过 环境十分宜人 原本空旷的平地上 如今已经多了好几间屋子了 因为是做酿酒用 房子与普通的房子 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 其中与一般房子最大不同的 便是锅炉房 这是用来蒸馏白酒用的 一般的酿酒方也不用建这个 负责建造的人都不知道 这是做什么用的 东架好 东架好 东架 您来了 东架 您来了 看到魏弱后 众人纷纷主动跟魏弱 打起了招呼 表现得十分热情 目前在这里工作的 都是魏弱庄子上的长工 他们现在都干尽十足 因为魏弱给他们的待遇极好 不仅工钱给的比别家的多 而且还采取了奖励制度 做得好的 是有额外奖励的 被派去种田的 当年管理的稻田的产量越高 他们的奖励 也越多这项待遇 已经不光是长工的待遇 都快要赶上店户的了 而他们比店户还有保障 店户如果自家田里没有产量 就一无所有 但他们至少有冬架发的工钱 被派去方理工作的也一样 工房做得好 他们一样有奖励 这样好的待遇 别说是如今这样不好的年程了 就是往年也是没出巡的 魏弱微笑点头 你们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冬架你们小心一点 这里还有很多杂物 地上横住船子 你们小心 别半岛长工小心地提醒魏弱 好魏弱点点头 转了一圈后 魏弱对工房的建设很是满意 与他的设想没有出入 施工进度和施工品质 也都符合他的预期 照这个情况 下个月 酿酒方就可以正式投入工作了 看来他要开始挑选工人来训练了 同时也要将酿酒的农作物准备起来了 视察完后 魏弱来到了石头村的村长家 站在村长家的篱笆外 魏弱正琢磨着村长人是否在家 许公子 从屋里出来的村长石大友看到魏弱 热情地出来迎接 石大友三十多岁的年纪 一只脚有点薄 走路一拐一拐的 他看起来不是那种很有威信力的人 而且年纪也不算大 看住不像一村之长 石大友打开篱笆门 邀请魏弱进到家中 许公子快进来快进来 魏弱进了门 跟住石大友进了屋 屋内简陋但很前进 许公子今日来视察酿酒方的施工进度 石大友问 是的 魏弱点头 紧接着又对石大友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想跟村长谈谈 许公子有什么需要我们村民帮忙的 您尽管开口 我们能帮的一定帮 石大友忙到 倒不是有什么事情要你们帮忙 而是我进村的时候 看到村子周围的稻田里面的秧苗 觉得长势有些许奇怪 依我的经验 这些秧苗可能有些问题 魏弱道 听了魏弱的话 石大友沉默了好一会儿 村长 魏弱喊了石大友一声 第235章 你为什么躲着我 听到魏弱的声音 石大友回了神 然后说 不瞒许公子 其实这几日我看着 这田里的秧苗 总觉得有些问题 我三岁就跟住我爹下田了 到现在种了35年的田了 秧苗什么时间长什么样子 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哪怕有一点点的不对劲 我都能看出区别来 魏弱仔细地听着石大友的话 没有打断 石大友继续说 今天这批秧苗长到这个时间 我总觉得不太对 但暂时也不能确定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刚刚听许公子一说 心中的这个想法 便更确定了一些 原来不光是魏弱觉得有问题 石大友也有一样的想法 魏弱看住石大友的目光 出现了变化 眼神里多了几分欣赏 那村长不考虑更换一匹羊苗吗 魏弱问道 哎 就算我是村长 做这个决定也很难 万一我判断有问题 我岂不是让村民们跟住我 白忙活一场了 更何况现在重新育羊 很可能会影响到 今年的稻谷产量 大家都指望着 今年的这批稻子能丰收 石大友对此事感到头疼 进退两难 我手上有一批碗道道种 碗种完全不影响产量 且道种抗病抗虫害能力很好 比一般道种更好养 产量也更高 魏弱对石大友说 真的 还有这样的道种 石大友又惊又喜地看住魏弱 许公子自己有庄子 经商有道 没道理跟他们开这样的玩笑 所以他的话极有可能是真的 嗯 有 我自己庄子上中的就是这种道种 如今杨苗长得很好 这道种对育苗插样的时间 要求并不严格 早种晚种都能长好 现在种也是来得及的 魏弱进一步跟石大友解释 听完魏弱的描述 石大友没有立刻回答 他表情纠结 半赏后 小心翼翼地询问魏弱 许公子那道种是不是很贵 我免费赠送给村民 魏弱道 文言石大友一脸金购 送 送给我们 魏弱点头 就当是我买下你们石头村的地 给到你们村的一些福利 可是许公子 你已经付过我们银子了 我知道 但刚刚村长不是也说 如果我有需要你们帮忙的 你们都会帮我的吗 你们对我的好 我自然也要对你们好一些 可是我只是这么一说 我们目前为止 还没有帮到你什么忙 目前 虽没有 但村长你有这个心 下次我的酿酒方 要是有什么问题 需要大家帮忙 还希望村长和众村民 能帮帮我 魏弱道 会的会的 许公子你放心 石大友道 魏弱点点头 秧苗一事 我本也是提个醒 最终的决定权 还是在你们自己身上 到底要不要更换秧苗 还需要你和村民们去说 我就不掺和了 好 我知道 我明白的 石大友回到 那我就不打扰村长了 先告辞了 接着魏弱便起身离开 石大友送魏弱到村口 等魏弱上了马车远去后 他回到屋里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 便往田里探 准备和父老乡亲们 说殃苗的事情 从石头村出来 魏弱不是直接进城 而是回了自己的庄子 刚下马车 便被人给围住了 魏弱心头一紧 紧接住看到了 带着斗笠 遮住自己的脸的猪宗玉 看清来人 魏弱放松了下来 然后脸色清冷地问 猪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楚兰翻身下马 走到魏弱的跟前 我想看看你能躲 我到何时 他已经来了好几次了 许和佑每次都不再 留了口信给予管事的 却每次都没有回信 许和佑不想看见他 却偏要见许和佑 朱公子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是与你有恩 并非与你有仇吧 魏弱问道 既是有恩于我 为何要如同 见了仇人一般地躲着我 楚兰反问 我与你有恩 而你也已报恩 所以没什么必要 再有太多的瓜葛 至于躲着你 纯属无稽之谈 如今正值浓忙之时 我每日忙得脚步粘地 无暇顾及其他而已 并非针对 朱公子 魏弱回答 魏弱说完 便绕开面前的人 禁止走向庄子的大门 在魏弱即将 从楚兰身边 走过去的时候 楚兰猛地伸出手 抓住了魏弱的胳膊 我发现 自从你知道 我并非山谷出身后 便对我充满了敌意 究竟关身 与你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魏弱抬起头 瞥了一眼朱宗玉 只可惜 看不清他的脸 不然他真想看看 这张即将被他医治好的脸上 是怎样讨人喜欢的表情 朱公子想太多了 我只是觉得 我们两人没必要 有什么交集 反倒是我想不明白 朱公子如此执着地 要见我的原因 是什么呢 嗯 你已经报了 至于你的脸 我也没有说不继续治 药业暗示给你了的 魏弱反问 魏弱的话 问倒了楚兰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 这么执意要见许和佑 甚至当发现 他有意躲避自己之后 心情变得莫名的烦躁 他越是对自己冷淡 自己就越是不能平静 这种情绪 在以往是没有的 过去的二十年 他的顺便 从来没有人 让他如此不知如何对待 而这个人 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他为什么要这么在意一个少年呢 是因为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还是因为在他最虚弱的时间里 他们有过田径美好的相处时光 楚兰凝视着面前男子 那双清澈的眼睛 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然而答案没有找到 反倒是心底有根弦 不知为何被他这双眼睛 拨动了一下 楚兰松开了抓着魏弱手臂的手 见他松手 魏弱想了想 终究不敢过分激怒得罪 便也放软了语气道 朱公子 我只是不想惹麻烦 你若是商骨出身 遭遇袭击惹的不过是些毛贼 但你若是官身 且身份不同一般 那你遭遇袭击惹的就不是一般人了 而这种麻烦 是我区区一介平民 所惹不起的微弱的话 让楚兰心头一震 第236章大概猜到他是谁 确实 他卷入的纷争 是他许和幼承受不起的 他确实不敢这么贸然地 与他有过多的交集 楚兰意识到自己的鲁莽的同时 也深深地察觉到了 自己在许和幼身上的多重势态 如是寻常 他不应如此考虑不周 这些事情 他理应是先考虑在内的 楚兰望着魏弱 迟迟没有回神 魏弱看不见他的脸 便无法从他的神情 去揣测他此刻的想法 抱歉 是我鲁莽了楚兰面色凝重地 对魏弱道歉 见他道歉 魏弱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我还有事情 就不与你闲聊了 魏弱说完 转身进了庄子 这一回楚兰没再阻拦 等魏弱进入庄子后 楚兰也带着自己的人离开了 回到庄子里 魏弱的脸色依旧沉着 小姐 您还在为朱公子的事情 不高兴吗 他欺骗小姐是不对 但奴婢看住他 不像是不明事理 会对小姐恩将仇报的人 秀梅安慰魏弱 梅梅 朱宗玉受伤的时间和地点太巧合了 我一直不愿意去细想 这其中的关系 魏弱道 什么巧合 秀梅不解 朱宗玉受伤的时间 和七皇子受伤的时间 相差无几 他离开庄子的时间 也与七皇子被人找到的时间 相差无几 魏弱道 不会吧 那 那个人是 秀梅惊讶地用手捂住了嘴巴 那小姐 他岂不是成了七皇子的救命恩人了 只不过 七皇子并不知道 救他的人是他们小姐 可能性很大 我还证实 但我也不想去证实 只是以后 我们离他越远越好 魏弱 他对楚兰的厌恶之情 是刻在骨髓里的 魏弱在救朱宗玉的时候 并不知道楚兰玉席受伤一事 知道的时候 又立刻遇上了瘟疫一事 他也没有闲暇的时间 多去思考此事 等后来 在王村在遇诸宗玉的时候 他的驾驶和衣着 泄露了他不同寻常的身份 那个时候 魏弱心理 对他产生了浓浓的敌意 魏弱心知 这份敌意 并非只是因为 他对自己的欺骗 更是因为他心里 想到过另外一种可能性 只是他也不愿意去证实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证实了也是无济于事 不过是给自己平白添堵 秀梅乖巧地点了点头 紧接住问 那 那小姐 您的身份会被发现吗 魏弱道 只能 希望他不去查 如果仔细查 肯定能查到 许和佑这个身份 是不存在的 庄子真正的主人 是魏轻弱 这是能瞒住普通人 却是瞒不住七皇子的 只要他想查 他的身份一定会曝光 因为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事情 魏弱不打算继续为此烦恼 此后的几日 魏弱没再见到朱宗玉 看样子 他那日说的话 他是听进去了的 而后 魏弱也听说了 京城那边六皇子派人 埋伏袭击七皇子的事情暴露 受了责罚 被隔了职 禁足于自己的府邸内 自然后便是七皇子 正式到军营报道的消息了 因为玉玺受伤一事 他夫人的时间 比预计的晚了几个月 此外 魏弱还听到了一则 尚未正式的传言 说京城里的一桩 陈旧旧案 要翻案了 好像是跟很多年前 就死去的徐皇后的娘家 徐国公有关系 而这些事情都跟魏弱没有什么关系 他就听个热闹 自己还是一门心思 铺在了他自己的事业上 魏弱最近去石头村的频率变高了 一来是酿酒坊 需要他的地方多了 二来是他因为更换殃苗的事情 在石大友的坚持下 石头村有近三分之二的殃苗 重新进行了种植 剩余的三分之一 是石大友判断没有问题的 相处之后 魏弱从村民口中得知 石大友之所以能年纪轻轻 就当上村长 就是因为他曾经拯救过石头村的村民 不仅帮着大家解决了稻田灌溉的问题 还在有一年帮大家拯救了岛福的稻谷 因此深受村里人的爱戴与信任 故而这次 石大友觉得秧苗出了问题 村里人也都选择相信他 跟助他一起忙活 重新育秧 虽然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 但为了今年能有好收成不挨饿 大家都没有怨言 在石头村附近光晃悠的这段时间里 魏弱还有了意外的发现 石头村附近有山中了毛竹 竹林间竟生长着竹孙 这可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 魏弱询问村民的时候 他们竟不知这是可以食用的菌类 只当是骇人的舌弹 见到不蛋不摘 还会随手破坏掉 这让魏弱大呼抱点天物 只要剥掉那一层黑漆漆的丑陋的外皮 里面便是鲜嫩白净的竹孙了 这是一道真羞 魏弱将此事告诉了村民 村民们并不相信 许公子 你说这个白色的东西是真羞 众人一脸不敢置信的表情 你们不信的话 我拿他做道菜给你们尝尝口说无凭 魏弱打算直接动手给村民们演示一番 于是魏弱跟石大友借了厨房 带着秀梅一起用竹孙做了两道菜 其一为竹孙炒蛋 其二为竹孙汤 这两者的烹调方法都不复杂 因为竹孙本身就很鲜美 过多的烹调只会破坏食物原本风味 等两道菜做成后 魏弱端到院子 此时石大友家的院子里围着好些人 除了石大友和他的妻儿 还有几位村里的村民 他们都是听说了魏弱说的山上的蛇蛋 是真羞后跑来看虚实的 见众人还有些不相信 魏弱便当住众人的面品尝了两道菜 见魏弱都吃了 其他人才放心 纷纷凑上前来 分一些去吃 在这个没有味精的年代 郡类的鲜味是非常刺激魏蕾的 而魏弱和秀梅的厨艺又绝佳 简单的家常菜也能做出绝妙的味道来 平日饮食促的村民吃着魏弱的两道菜 纷纷露出惊艳的表情 他们现在彻底相信 那个被他们当成蛇蛋嫌弃了 不知道多辈人的东西 确实是山珍 石大友感慨道 只可惜这东西山上长得也不够多 也不能像米面那样饱肚子 第237章二哥此行 对于穷苦的农作物人来说 填饱肚子才是第一要素 美味反倒是排在第二位的 魏弱道 这东西村民们自己吃 确实性价比不高 但可以拿去城里卖 换了钱再买米面 不是更好吗 只要别耽误了田里的活 抽出些时间去山上采摘的来卖 便可填补家用 听着魏弱的话 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兴奋和期待的表情 对啊 他们可以卖个官老爷 石大友也猛的惊醒 然后又够一地询问魏弱 许公子 您为何对我们这么好 你若不告诉我们 本可以自己偷偷摘了去城里卖的 魏弱道 东西 长在你们的山上 我如果不声不响地摘了去脉 那就叫偷 这要是在无主的荒山上 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魏弱爱财 但有底线 偷鸡摸狗的事情 他是不做的 听完魏弱的话 众人感觉 眼前之人的形象 愈发地光辉了 石大友激动地说 许公子 你真的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啊 我们真的太幸运能遇到你了 其他村民也纷纷复役 是啊是啊 许公子 你真的是大好人啊 许公子你的大恩大德 我们村的人是不会忘记的 魏弱微笑着说 大家别说这些了 我们一起努力 争取今年少癌乐 大家吃饱穿暖 一起把日子过好 众人纷纷点头 四月初一 休暮日 魏弱不用去天庆园上课 便打算到庄子上转转 刚出门 便被人拦住了去路 见来人是灵芳 魏弱便知是魏锦一找自己 于是调转了方向 跟住灵芳去了郊外 果然在竹林之中 见到了魏锦衣 她一袭白衣 肃然而立 周围的绿与她身上的白 形成了一道戴雅的风景线 二哥看到魏锦衣 魏弱的心情 还是很不错的 魏锦衣眼神温柔地 看住朝自己跑来的魏弱 二哥今日寻我来 是有何事 魏弱问 我要暂时离开 泰州府一些时候 魏锦衣道 所以二哥是跟我辞行的 魏弱问 嗯 是二哥要办的 那件事情办妥了 魏弱又问 还没完全办妥 但已经有眉目了 那二哥自己保重魏弱道 魏弱既不挽留也不遗憾 或许会有些不舍 但他和二哥 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要忙碌的事情 只要知道这个世上 还有这样一份牵挂即可 你也是 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累住自己 魏锦衣也叮嘱 而后两人便是一阵沉默 看住彼此 眼神里有牵挂有不舍 但谁也没有说出口 他们似乎有种默契 好一会儿后 魏弱开口 二哥附近风景不错 陪我走走吧 嗯 魏锦衣答应道 而后两人并排而行 一左一右 隔住些许的距离 二人沿着山路一直往上 林芳和秀梅 则远远地跟在二人的身后 有魏锦衣在魏弱身旁 秀梅也不用太担心魏弱 路上魏弱看到了草药 便忍不住要摘 魏锦衣便脱下了外袍 做成临时的布兜 装他采摘好的草药 刚采摘下来的草药上 沾满了泥土 紧断布料的衣服被弄脏 却没有人觉得心疼可惜 走到一处峭壁前 魏弱的目光停留在了峭壁之上 魏锦衣顺着魏弱的目光看过去 看到了一株其貌不扬的绿色植物上 药 魏锦衣问 恩魏弱大方承认 然后魏锦衣便使上轻弓 借力于峭壁上的凸气 轻松攀登上去 将那株小草采摘了下来 而后又原路返回 来到魏弱的身旁 将其递到魏弱的跟前 谢谢 魏弱拿着小草神情欢喜 眉眼弯弯 笑容明媚 魏锦衣看得有些吃了 半晌才问道 这是什么 如今离得近了 能看到小草叶子一面黄一面绿 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石威兴致偏寒 味道苦中带甜 可用于治疗肺病和发热 还有一些如厕方面的问题 他也有妙用魏弱回答 果然是草药 魏弱拿着石威 欢喜之鱼 脚下踩着的泥土一松 脚一滑 身体失去平衡倾倒 魏锦衣连忙扶住他 一手揽过他的腰身 将他拉回自己的身边 再次站稳后 魏弱向魏锦衣道谢 谢谢二哥 下次上山不可这般毛躁 魏锦衣道 今日他在 若是不在 滚下去了可如何是好 魏弱笑 就是因为你在 我才放松了警惕 你若不在 我自会小心的 魏锦衣心口 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然后迅速被我伸去 时间不早了 该回去了 于是二人又远路下山 回到了最初见面的林子里 不同的是 魏锦衣少了外袍 魏锦衣多了一大包草药 二人告了别 然后魏弱坐着来时的马车远去 魏锦衣在原地目送他离开 直到马车行至无踪 魏锦衣才收回了自己的目光 而后柯崇山 张义等人才现身 等林芳送完若儿回来 就启程罢 魏锦衣道 是 主子二人应声 四月初时 距离魏弱让同志夫人 更换庄子上的秧苗 过去了二十日 徐家的人又一次拜访了校尉府 这次来的不是徐老夫人 而是同志夫人 云氏接见了他 见他一脸喜色 云氏也不由地满面笑容 大女孩呢 徐夫人屁股刚坐定 便询问云氏 微弱的去向 今日在天庆园上课呢 这个点还没到家 云氏回答 对哦 我都忘了这事了 不打紧不打紧 我在等会儿 他就是有些 叨扰到魏夫人了 望夫人不要介意 同志夫人笑着说 不介意的 同志夫人能力临寒舍 我高兴都来不及 只是不知夫人找我 而是有何要事吗 云氏问 也不是什么要紧事 就是之前 我们一到去农庄的时候 大姑娘看出来 我农庄上 和附近农户们的 田里的秧苗 有些问题吗 嗯 若而说 她是从古籍上看来的 我也不知道 她平日里 都看些什么杂书 云氏的 第238章 同志夫人的赞美 大姑娘看的这书 可太有用了 我让庄子上的摩摩 按照大姑娘说的 重新购置了一批道众 重新预秧补上 而附近的农户们 没听大女孩的 如今我庄子上的 那些秧苗 是一点事都没有 长得绿油油的 那些农户们 可是急坏了 秧苗成片成片的 出现了倒浮 发黄 枯死的症状 那秧苗 几乎是成不了了 坏秧苗 虽说费了不少力气 可保住了苗子 保住了今年的希望 那可真的是 太值当了 听完同志夫人的描述 云氏的脸上 先是露出了 构意的表情 而后便是浓浓的笑意 她原先还担心 此事会出错 平白给同志夫人 添了麻烦 没想到 若而她真有 这样的本事 看住同志夫人 洗上霉烧的模样 云氏的心情 也跟住大好 同志夫人继续说 我还听说 最近府城附近的村庄 有不少的遭了殃了 他们没有听 大姑娘的劝 重新育殃 如今姚苗长驻 长珠遍发黄 枯萎倒腹 而此刻 已经是四月中旬了 在育殃 怕是有些晚了 台州府地区 如今种植的稻种 播种和育殃的时间 都较早 清明节前就播种 育殃40天 农历三月下旬 就开始插秧了 如今已步入 四月中旬了 在播种 在经历40天的育殃期 哪里还来得及 文言云氏也是一惊 因为今年 他们家用的稻种 是长女帮助采购的 如今田里的 秧苗长势正好 并无任何问题出现 故不知道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云氏问 情况很糟吗 同志夫人说 没有听劝的 肯定遭了秧枉 倒是也有一些人家 是听了劝的 提前遇了新的秧苗 如今见旧秧苗 出现了问题 更换还来得及 听着这话 云氏便想起了 那日去徐家农庄的时候 途径的那村庄 女儿与那些农户 起争执 似乎就是为了这桩事情 如此看来 那些对住女儿 生气的农户们 如今是遭了秧枉 司机此云氏 一点也不同情那些农户们 他女儿好言相劝 他们不肯听 如今遭了殃 也怨不得人了 所以大女孩 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同志夫人 又一次夸赞魏弱 这话听得云氏 心中喜滋滋的 忙谦虚道 若而他也是误打误撞的 能帮上忙 也是他的福气 魏弱从天气园回来 刚进门 正咬 回望梅院 便被云氏派来 等候魏弱的翠萍 给拦下了 翠萍告知魏弱 同志夫人来了 点名要见她 要她立刻去一趟苍蕊院 魏弱没说什么 跟住翠萍到了苍蕊院 刚进屋 就见同志夫人 起身迎她 大姑娘 同志夫人 一脸温柔慈祥的 换魏弱 徐夫人好 魏弱微微扶身失礼 大女孩不必多礼 同志夫人 拉着魏弱的手 到一旁坐下 大女孩刚读书回来 必然是累了 让你过来陪我 会不会太累住你了 同志夫人询问道 没事 我不累的魏弱道 不知夫人找我何事 是为了琵琶糕吗 琵琶糕也是原因之一 我家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的事 我可不敢忘不过 我此行还有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目的 便是答谢上个月大姑娘 要我背上新扬苗的事 同志夫人说 同志夫人的这两个目的 微弱都不意外 上次给徐老夫人的琵琶糕 也差不多到时间吃完了 而央苗一事 最近也发酵开了 夫人不必挂心 我也不过是提了一嘴 并无做什么费心的事情 微弱道 话不可这么说的 大姑娘这一提 可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旁人都没这么快 看出来央苗的问题 就大姑娘有这等本事 后面也有人发现问题的 但都比大姑娘晚 不如大姑娘这般 慧眼如炬这种事 必然是越早发现得越好 差三五天都可能要聊命的 更何况还有好些人 直到这几日 央苗大片枯死才发现的 那可真是追悔莫及 同志夫人一通感慨 看微弱的眼神 也是一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顺眼的模样 微弱只好笑笑道 能赶得上就好 这才刚开年 如果因为这事 耽误了未来一年的农事 搁谁身上也不好受 就是这么个脸 本来去年年成 不好粮食欠收 大家心里就忐忑住 这才刚开年 再这么一折腾 大家这心都快要死了 同志夫人非常认同的 紧接着同志夫人又说 先前我就听郡主说起过 大姑娘对农事很有见地 当时只是耳闻 如今亲眼所见 方知原夫人所言丝毫不虚 大姑娘当真是博学多才 微弱被同志夫人过分的热情 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是原夫人谬赞了 我不过是略懂皮毛罢了 微弱也不敢说自己有多精通 同志夫人和微弱热切地说着话 云氏被晾在了一旁 而同志夫人和微弱二人说的话 云氏也插不上 便只能尴尬地坐在一旁 配合住校 微弱和同志夫人说了好一会儿后 同志夫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离去前送了微弱一些礼物 是两个锦盒 微弱并未当场打开 作为回礼 微弱则将四罐子琵琶糕 和一些干皮茶赠予了她 这款干皮茶是取晒前后干局的皮 加以盐巴腌制 再配上几味中药之城的可作茶饮 送别了同志夫人后 云氏一脸欣慰之色地对微弱说 若而你又立功了 且方才与同志夫人的交往 处理得非常好 微弱神情淡淡的 今日我有些乏了 就先回屋去了 很显然 微弱并不想跟云氏多说什么 如今的微弱 比出来校尉府的时候 表现得更加直接了当 对云氏的态度 也愈发地疏离冷漠 有外人在的时候 还好一些 没有外人在 微弱表现得直接明了 家里人羊了 高烧不退 我应该逃不掉 运气羊有些慌 宝子们也要加油 梅羊的努力挺进决赛圈 羊了的我们一起加油 第239章酿酒方进度 说完后 微弱便也没管云氏 说走就走 云氏本有许多话要跟长女说的 却全部被堵在喉咙里了 云氏有些气恼 但这火气也不知道该怎么发 对于长女 她如今是又爱又恨 对外 长女聪明能干 为人称道 可只有家里人才知道 这个长女有多不把她这个母亲放在眼里 偏生她 还拿她没太好的办法 既是阴住多年的愧疚 也是因为这长女翅膀硬了 总有办法威胁她 威胁魏家 云氏生气 但想想外界对长女的夸赞 再想想长女为家里做的那些贡献 云氏的气又消了 哎 终究是错过了那13年 如若从小养在自己膝下 不至于如今这般的 魏清婉刚回府 就听说了同志夫人造访的校尉府的事情 魏清婉面色不由地沉了下去 尽管已经知道 威若被同志夫人给瞧上了 但再次听到事情有好的进展 她的心情还是不由地沉了沉 在台州府 除了原家 就属徐家的背景和地位最高了 而徐丰元又是徐家的长子嫡孙 这门亲事如果成了的话 绝对是他们魏家高攀了 如此看来 魏清若的前程是一片光明的反观她 前程昏暗不明 她如今的处境十分堪忧 事事不如魏清若不说 到处也都是跟她作对的人 徐瑶军上次害她不成 后面又不知道会生出什么主意来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总要让她承受这些 明明她没有主动去招惹他们 他们偏要将她推入难堪的境地 魏清婉坐在梳妆台前失神 半赏后 从庄侠里取出一块铜钱大小的玉佩 这是那日在桃林里出手相救的公子落下的 因为有人进林子来找她了 公子为了不被其他人看到 匆忙离去她发现掉落的玉佩 来不及交还给公子 从玉佩的质感看 当日的公子出身不俗 且能出手相助 可见人品上下 不知道 她与她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最先居 范承旭翻看着最近一个月的账簿 嘴角不由地露出笑容 自从和许和又合作之后 最先居的生意比以前更好了 每个月的获利又多了差不多一成 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一成 原本她最先居作为台州府的第一酒楼 能保住原有的盈利就不错了 想要在网上提高是十分困难的 能多一成实属不易 这个许和又 确实有些意思的 这要是早生那么几年 说不定我都拿她没有办法 范承旭嘴角勤助笑 公子不必担忧 这个许小公子是有些本事 但还不能跟公子宁比 沈掌柜的盲道 这可不好说 范承旭虽然自信但不自负 有些事情她也不敢说得太绝了 沈掌柜笑诸称是 我听说这个许和又 前阵子在到处劝人重遇殃苗 范承旭问 是的 她到处走访农田 见着有问题的便劝主人重新遇殃 但是听她劝的人并不多 但是近来大批殃苗病死 验证了许公子此前的说法 好些听不见公子劝说的人 都追悔莫及了 但听了许公子话的人 如今对许公子是感恩戴德 将许公子视为大恩人 沈掌柜回答 有点意思 范承旭评论道 紧接著问 我的农庄上是否也有坏羊苗 范承旭在 台州府扎根有几年了 产业自是置办了一些的 公子在台州府的庄子上 出现了些许情况 但公子放心 羊苗占比并不大 对今年的粮食产量 影响并不大 下次许和诱的人 来送东西的时候烧 个性 说我有些事情 想找他谈谈 范承旭道 是沈掌柜立刻记下 味弱的酿酒方 总算是落成了 酿酒的原料是粮食和鼠类 其中粮食主要是高粱 大米 糯米 玉米 小麦 其中除了玉米 目前还不存在之外 其他的都是比较常见的粮食 并且大米 糯米和小麦 味弱自己的庄子就有产 而鼠类主要是甘鼠和木鼠 其中的甘鼠 味弱更是不缺 发酵所需的辅料 稻壳 骨糠 高粱壳等 味弱也不缺 发酵关键的酒区 酒母味弱 早在开始筹备酿酒方的时候 就已经安排了人去寻找了 白酒的酿造过程 主要分为七个步骤 原料粉碎 配料 蒸煮糊化 冷却 半胚 入酵发酵 蒸酒 相对来说 这是味弱目前最复杂的一个工房 这样的工房 如果想要高产量 需要的人手 会比之前的工房都要多 不过味弱现阶段 不打算弄高产量 只打算做小精品 原先味弱没打算大规模酿酒 是因为他觉得 在这个粮食并不富裕的年代里 提高粮食产量 养活更多的人 才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而用粮食酿酒 是一件折损粮食的行为 一公斤的粮食 能填饱肚子 而一公斤粮食酿出来的酒 可没法喂饱人 但白酒可以卖高价 可以换来更多的资源 能和四宝斋起到一样的作用 这对现阶段的味弱来说 是值得的 有助于提高 味弱扩张的速度 因为酿酒的过程 相对比较精细 且有些技术需要保密 故而对于酿酒方的工人的 挑选味弱也是非常仔细的 除了吃苦耐劳 还得品质过得去 初步挑选的工作 就交给了鱼管室 味弱相信鱼管室 且鱼管室对庄子上 众人接触比较多 了解更深 鱼管室对此十分上心 认认真真的挑选了好几天 才提交了名单 总共十人 今日味弱来酿酒方 见了这十人 进行了一番简单的询问 并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考验测试 最后从中挑选出来六人 而后 味弱将自己早就书写好的 训练指南交给了鱼管室 麻烦鱼管室 按照这上面所写 对他们进行训练 味弱道 好的 冬嫁请放心 我会严格按照冬嫁的要求 培养他们 让他们早日能为冬嫁 效力与管室 郑重的相微弱沉默 弱尾 颍